來,署長請 黃源文 署長,我今天借這個機會 因為H1N1已經在你們4月21號開一個記者會 那麼就是等於 這個 在沒有提出完整的檢討 然後你們就已經是歌功頌德的結束了 那其實在這個世界各國 那麼對於這次的這個 這個新流感育這個評估是有誤的 那麼這個世界衛生組織本來是說 會死至少兩百萬人,結果死一萬六千多人嗎 那個是病毒確定的 美國是說自己的評估是一萬兩千人 在美國不是三萬九萬 但是他們死掉三千九百人 德國的話是預估十萬人死亡 但是死兩百四十個人 英國的話是預估六萬五千人死 死三百六十人 那麼在其他的這個國家 像波蘭他他他他認為沒有必要 以至於沒有一個疫苗政策之下 他堅持不簽這個合約 他們死一百七十個人 澳洲的話沒有施打疫苗的政策死亡一百九十人 我今天要講這個的原因是說 這些國家呢 在他們做這個買了疫苗去施打以後 除了美國以外 其他國家都對於這個對疫情的評估 可能有誤提出檢討 那我們呢我覺得我沒有看到 那沒有看到不打緊就是說 今天我們事實上 在這個買了很多的這個疫苗 買了很多的疫苗 然後還有大概還有應該有 大概二十幾億 二十五億的這個疫苗 還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疫苗這個二十五億 到底將來要怎麼使用 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明 那麼說要拿到這個聯合國去 這個對方也不接受 因為沒有認證嘛 那事實上如果說 我們台灣已經有二十五%的人打了 然後你們又告訴大家說 這個死亡跟這個藥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的嚴重不良反應 也只有一個例子跟這個 這個藥物有關 那這樣的一個證明為什麼全世界衛生組織不接受呢 好 待會兒你再跟我們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未來我們對這些這個剩下的疫苗的 這個處理的方式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價值二十幾億的東西在那裡 但是今天我要在這裡要跟署長 再討論一個嚴重嚴肅的問題 就是說有關於我們在購買 購買這個疫苗的時候 我們跟國光買疫苗 我們跟諾華買疫苗 那都有簽合約 那這個合約 跟國光簽的合約跟諾華簽的合約有點不一樣 諾華的合約是一個保密的合約 那麼國光的是一個不是保密的合約 那麼我要請問署長 為什麼我們跟諾華簽的這個疫苗的合約 必須是一個保密的合約 好我報告一下 那時候是因為是賣方市場 那麼這個事情呢 我們那時候也是簽給這個院長 而且是賣方市場 是那他要求 他要求要保密 所以我們就要保密 所以別的國家也是如此 但是我們我們國家對於 簽完約以後 簽完約以後 那簽約之前之前是保密 簽完約以後就公開了嘛 沒有公開啊 這詳細的 我跟委員報告 那時候是報到院裡面去 而且院裡面呢 也找了相關的單位開會 那麼同意用這樣的保密合約 那詳細的都是 我們的這個保密 我倒是請這個CDC 這個疾病管制局跟你報告 因為這個都是他們在辦理的 不是我要問的是說 我們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 第一項講得很清楚 書面的公共工程的合約 這個這個合約應該是屬於 政府的資訊應該要公開的 那麼我們如果說要是 是機密的話 就必須要提出足夠的理由 說這是國家的機密 受到國家機密法的保障 我們才會列入機密 在你給我的公文裡面 這兩個你這個 這個是 嗯 一月 今年一月給我的公文 他還是屬於保密的這個這個合約 好 我在想說為什麼這個東西是一個 保密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看這個合約的內容 好 這個合約告訴我們說這個 合約的存在跟本合約的條款 都是屬於保密的 這個合約你看過嗎 沒有 我沒有看過 那我就問你 今天這個合約的裡面 第一項定義裡面 我們本合約的存在跟本合約的條文 都是屬於保密的 到底在哪裡 第二個 嗯 在我們的這個定定這個合約的這個原油裡面 我們的內容跟馬關條約沒什麼兩樣 賣發於任何情況下 無法保證本產品將能產生預期的效果 或任何沒有路沒有副作用 那請問我們買這個疫苗的目的是要幹什麼 但是 基於賣方的生育 我們買方能願冒上述風險 那我要問 今天諾華的疫苗買來了 打下去沒有用 那有什麼打疫苗有什麼意義 那這是不是為什麼你們一次不願意 諾華的疫苗出來打的緣故 因為你有這樣的一個條文在 再下一張 這個我要請這個疾病管制局跟你們報告 再下一個 沒有我先讓我把它講完 好 不是剛才 再來呢 就是有關於這個 這個 嗯 疫苗的這個 剛剛是那個免責的一個效率 那現在就是說 他 在這裡面有講到 他完全 這個 諾華完全是 站在 完全勝利的一方 在跟我們寫這個合約啦 這裡面呢 他有講到了 賣方沒有保證能夠在 這個 一定的這個日期前來交貨 喔 那 即使他延遲不交貨 也沒有任何責任或受到任何處罰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疫情通 他要一直不出來 可是呢 等到這個疫情都通過 都已經 沒有了 他有一些勝貨了 堆了一些勝貨 他就 倒給我們的時候 他也沒有任何處罰 那 今天 在疫情 嚴重的時候 即使冒著險 也要用 但是這裡又告訴你說 他沒有辦法出貨的時候呢 他也沒有處罰啊 那這個東西 我們能夠同意嗎 再下一張 對於這個合約齁 要不要終止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 呃 我們的這個 呃 飯本裡面都會有一個地方是 你要去這個 這個期限跟終止 這樣的一個一個章節在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 呃 在一個變化比較多的一個情況下 你在買一樣東西 其實 你可以有一個條款叫做 如果因為有公共利益的時候 那麼這個 繼續 綠行這個合約 對於公 對這個國家或人民有害的時候呢 我們 或是沒有什麼利益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是可以停止合約的 那我們跟國光簽的合約裡面 有這一條 但是我們跟諾華簽的 就沒有這一條 不但這樣子 我們如果想要跟對方 終止合約的時候呢 一定要得到諾華的同意 但是呢 我們沒有其他的理由 可以去終止合約 他 即使是 即使是他無法 預計交貨 啊 也不能認為是 重大的違規喔 就是說對方沒有辦法預計 在那個交貨的日期來交貨 也不算重大的違規 我們也不能夠取消他的訂單 但是 諾華呢 他有不可抗力的這個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去抵抗 就是說像天災人 或是不能出貨 所以他可以 我們都同意他可以 來 終止這個合約 但是他還有一種理由 他可以 他可以 就是說 這個自己片面的來終止這個合約 來 下一張 就是說如果WTO延遲交貨病株 他的工廠的產量低了 他沒有辦法獲得蛋的這個供應 或者是這個 這個病毒的這個研究 研發或生產H1N1新型病毒的這個 這個病毒株有不確定性的時候 他都可以終止合約啊 沒有任何處罰 他的蛋供應不夠 他的低產量 這是我們在跟一個廠商在訂的時候 那是他 他是工廠管理的問題 並不是不可以抗拒的力量 不是說天災人禍 以至於我沒有辦法生產 他說他的低產量 但拿不到的時候 這個不算他的這個錯誤 以至於 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罰他 那他要終止合約就終止合約 我們的終止合約除非他同意 但是他片面要終止合約他有很多理由 下一張 這個是國光的 這合約終止解除及暫行條例 就是說今天如果說 我們繼續律行這個合約的時候 有不符合公共利益者 我們可以來這個主張來部分或全部的解約 那麼這個我們要給他一些賠償 好那當時我們一直在問我們的政府 說我們到底能不能夠退貨 你們那時候堅持的就是不可以退貨 即使有降國光的一個條文裡面也堅持說這個不能退貨 那在諾法裡面是根本連退貨的條款都沒有啊 那你說我們是不是簽了一個非常羞辱自己的一個合約啊 好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在這個 提供一個沒有用的這個疫苗給我們 我們也不能夠說一句話 他今天等到疫情通過了再把這個貨轉給你 你也不能說一句話 我們的錢全部都要給他 二十幾億的錢 好那現在我就要講 現在我們剩下的這個二十幾億的這個疫苗 也不能夠送給聯合國 我們要送給其他的國家 人家也不見得要收 我要問我們這疫苗就是要怎麼處理 那麼下一季的季流感要來了 季流感裡面就有H1N1 這次的H1N1三個病毒株裡面有H1N1 那你要怎麼對下一季的季流感你要怎麼來施打 請你先告訴我們要怎麼處理二十九億的疫苗 這個疫苗 現在是把這個倉儲起來 那捐給世界衛生組織一樣 幾乎所有的國家 只有一兩個國家他的疫苗 有一個委員知道嘛 prequalification 現在幾乎這都沒有辦法達到 沒有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你們當時去簽這樣一個合約 對於這個合約的這個掌控 實際是完全是沒有完全沒有掌控 而且就是任人挨打的 別的國家還是這樣簽 沒有不會這樣子 這裡面還會有一些掌控 比如說我們對H1N1疫苗的這個病情的掌控 不是那麼有利或是說那麼明確 以至於在這個簽這個約的時候呢 你們就應該去想到這樣的一個一步嘛 今天洛華進來的藥都還在2月底還在進貨 我們在2月1月底的時候全世界都在講那個疫苗 這個疫情已經過去了 我們2月還在進貨耶 我們可不可以省很多錢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比照別的國家辦理 別的國家能推不一樣推 我不覺得這個是這樣子啦 你今天這個保密 為什麼這個保密 為什麼國光不是保密嘛 你就說不清楚了嘛 所以我說我們要支持 還有我們自由國家的疫苗 謝謝 這一點很重要 沒有啦 你這樣回答不對啦 我現在問你的是說為什麼 諾華 就是因為簽了這樣一個不平等的協 的合約 的這個 不是契約書才會 才會變成一個保密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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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合約嘛 那會不會比照別的國家 我不認為那是比照別的國家 好謝謝 說實在的啦 那個H1N1那個問題 如果說要追究責任 我們有一些委員也必須要負責 因為逼著我們那個衛生署要拿